中選會在日前已經提供我們兩個公投提案 第二階段連署的格式 在中央與地方黨部同仁的努力之下 我們已經做好前期的準備工作 這個星期週末1月9號、1月10號兩天 我們全國共有159個頂 展開同步連署的作業 一起展現我們達成連署任務的決心 後續我們更將持續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設置連署攤位 更要持續宣講 讓國人更加了解公投的內容 為了方便所有的國人連署 我們也將在黨籍民代、地方黨部、店家等等據點 設置友善的連署艇 方便民眾能夠就近連署 除了實體的連署以外 我們也在家庭趕工設置公投的官方網頁 除了方便下載連署書公布連署點之外 更要定期提供相關的資訊 透過虛實整合 讓實安公投、公投黨大選兩個公投案的連署工作 成為國人直接民權的典範 行政院更是大張旗鼓 召開記者會逾越行政權 宣稱地方政府採行更高標準的實安自治條例為憲 更恫惑基層公務員不得執法 囂張罰惑的心態 對於地方政府自治權 以及公務人員依法執行公務 都是惡意的傷害 中央行政單位霸道的心態令人無法置信 國民黨要再次重申 支持地方政府制定更嚴格的實安標準 支持肉品明確標示 為人民健康法官 也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針對中央政府的無效宣告 提出相關的司法救濟 我們呼籲行政院應該把市縣的權利 還給司法院大法官 並且依據地方自治法的規定 在司法院大法官做成解釋之前 中央不得停止 變更撤銷 廢止地方政府的決定與執行 尊重地方自治權 由地方政府為國人的健康法官